在幹什麼 這名穿著長褲的男子 拿出長長的斧頭 站在街頭不斷叫囂 甚至還朝著白衣男的手臂 連砍好幾刀 今晚被對方連砍好幾刀 但這名受傷的白衣男子 火氣依舊很大 不停回嗆 甚至連朋友都加入戰局 場面一度混亂 這起暴力衝突 就發生在桃園中壢 25號晚間8點多 54歲的成姓住戶 疑似不滿20歲的曾姓男子 停機車卻超出白線 雙方因此爆發口叫 沒想到竟然拿出斧頭攻擊 他就塞在那裡 塞在那個車子的後面那裡 大概是我也不很清楚 他兩個講起來 他說這個我怎麼不能放 那個白色都可以放 這邊的學生 他車子他是到處亂塞 出出來 回到現場 的確有不少機車超出白線 但卻有住戶拿出斧頭砍人 我盡了解 是陳姓男子 與曾姓男子有口角糾紛 盡得此斧頭 以斧背攻擊曾姓男子 警方火爆到場 逮捕動手的陳姓犯嫌 一殺人未遂罪嫌 以送偵辦 只是為了停車糾紛 竟然還拿出斧頭攻擊 衝突場面 讓附近住戶都嚇壞了 貼別新聞廖宗慶 陳家桶桃園 採訪報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